天津桥上平澜遥望 春岭王气都凋丧 树沧沧水茫茫 云台不见中兴将 千古转头窥灭亡 功也不久长 名也不久长 这是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山坡洋洛阳怀骨 放在此处全当定场室 揭说咱们这段聊斋志目 云罗公主 上文书咱们正说在 安大业跟袁大用俩人 复盘当初云罗公主的丫鬟 让安大业撂子那盘旗 把当初这步这么一走 袁大用一瞧好家伙 人家这个旗力太高了 安相公 无论如何您得找机会 给我引荐引荐这位高人 哎呦我得当边跟人家消息消息 哎呀 安大业一琢磨 这个月肯定是不行了 下个月弄房子弄完了 我还得再亮亮再散散味 要不然这个甲全超标完了 我还得进家去买电器 张了我这个婚事 八个月吧 少则八个月多则一年 啊你能见着这位 呼 袁大用一听 我就为牌骑一下 支出我八个月去 啊这位不是本地人 呃不是本地人 跟您是什么关系 他为 跟跟我跟我沾点亲去 他是哪的人啊 呃顺顺顺顺我们家这啊 呃往往上走 往上走 深县 还得往上 井县 还得往上 坝县 还得往上 固安 那都到北京了 还得往上 到了北京还得往上 哎再往上 北京最北边就得上门 那就得出得上门了 清河 沙河 昌平县 南口 就说吧 袁大用捋这地理图 这大罐口 哒哒哒哒哒 说了半天 这活还真熟 也没猜着 不是这 这位到底住在哪了 住在北国 翻邦了这是 您也甭打听了 反正这位啊住挺远 哎就是前些日子 刚跟我这下盘起走的 我算这个路程了 来回怎么也得 来得半年一年的 哎呦 这要不是有亲戚 人家都不一定能再来 你这不不不不 他得来 他得来 我们这死约会儿啊 准来 那完了 那位要再来的时候 您可千万啊 千千万万万千 您得把这位给留住了 我得跟人家好好学学起 好 咱们定 啊君子一言快马一遍 这事我能办 好吧 哈 再一瞧这外面天都黑了 您咋咋咋咋 俩人这吃了一顿 要下盘棋 这就仨中头了 这又负一盘棋 连说代讲 拆这一盘 这个功夫可大了 外面天都黑了 袁大勇说 您别走了 晚上还我这 哎别去 我这这两顿 您不成 您晚上我这 不不不 还我这 下回我上您那去 好吧 这儿韭菜又摆下了 两个人这回高堂 扩轮这么一喝 这个酒可大发了 安大爷这个酒链啊 当然比我是强点 那也不是特别大 哎 今儿是高兴 中午就喝了点了 晚上要来这么一顿 可就有点过量 可他看这个袁大勇呢 这个酒这意思还能喝 别看那个旗上 我胜他这么一筹 在这个酒上 我可是要败 旗力略高 而酒力略逊 我干脆啊 我认怂得了 怎么认怂 我认怂我不喝了 一琢磨都是年轻人啊 是不是 他二十 我十八九 我这 我真直闹眼说 这喝不过人家 这寒碜 我 我岔个话头吧 猛然间这么一抬头 呦 就瞧这屋的墙上啊 挂着一瓶大宝剑 你别看这屋里边家具 不怎么讲究 这把宝剑可漂亮 金腾口金是件 绿沙鱼不翘 大红的剑袍 哎呀 大用兄啊 我打头回剑 您我就猜您 肯定是文武双全 您这把剑 我看着可不错 一定是这么一柄好剑 也谈不上好啊 哎 我摘下来给您瞧瞧 伸手顺墙上 把这柄宝剑可就给摘下来了 吞咽痴 恩崩瘫 咔嚷一下 宝剑出霞 龙音虎啸之声 这个宝剑 拉一半留一半 您要记住 让人看剑 你不能全站出来 这是规矩 拉一半留一半 一拖这个剑侠 您瞅瞅吧 安大业这手接这个剑柄 这手推剑侠 把宝剑接过来 一看这个剑锋 哼 刷刷刷 要人的耳目 明晃晃夺人胆寒啊 这把宝剑确实是锋利异常 呃 大勇兄啊 咱们也是九过三巡 菜过五位了 我一看这剑 我再看您这个人物 真应了那句话了 红粉送家人 宝剑赠英雄 甭问了 您的剑数呢 也是高的呀 能不能我斗胆请您在席前捂上这么一捂 让小弟我开个眼呢 哈哈哈哈 我说 大爷贤弟啊 这就叫贤弟了 你是想看我武剑吗 袁大勇说的话 一伸手一抓着剑侠 一抖着剑袍 这宝剑还了侠了 往自己手里边这么一捧 这样吧 我让我这个小童儿先捂上一探 您瞅瞅看行不行 啊 哦 童儿也能捂去 哪个童儿 就是这旁边真插地水 给咱们夹菜倒酒 这个小童儿 哎呦 安大爷一看 这个孩子才十二三呢 原本那些十二三一童儿 童儿 来 说句来 这童儿可就走过来了 十二三这孩子倒跟前 瞪着俩小眼睛 您说 既然安相公要看一趟武剑 你就献献丑 啊 祝着我们哥俩的九姓吧 这孩子点了点头伸手 把这大宝剑可就接过来了 吞剑吃恩崩瘫 咱咱咱咱咱宝剑出侠 这剑侠往这这么一搁 这宝剑手里一托 长剑在掌中一合 咱们说这时候大宝剑 原大用似的 不是小孩似的 这剑他拿着就长 而且长剑呀不好练 怎么 您钻着这剑柄 号着剑都 投了剑身 在前面剑尖 两边的剑刃 这宝剑后边 是君子剑都得挂这个剑袍 什么叫剑袍 就是那碎儿 基本上这个剑多长 剑袍多长 练宝剑 讲究没有瓜丝裸袋 这个宝剑出去 连剑袍得是一条线 你出去好出 回来可难走 这个吃功夫 全是腕子上的劲 十二三的小孩 练的是袁大用 这柄长剑 不练则可 这孩子一练这个剑可 把他也给看傻了 哎呀 太好了 您别看他不懂武 也瞧得出来 俨然有名家风范 静若处死 动如脱兔 静的时候 摒弃名神 神定气贤 敢动起来的时候 真得说是偏若惊鸿 快是快慢是慢 快而不乱 慢而不断 这柄剑刷了 看着安大业眼花缭乱 练完这一趟剑 剑交在左手 剑跑往下 这么一锤 二指一掐剑 剑决 晓了个收拾 攻攻净净 走到携前 把这兵宝剑还侠 伸手挂在墙上 这个小孩里边还练的不错 个儿还 挂的时候还得垫着脚尖 够这个钉子 练的不好 让您见笑了 哎呀 我说大用兄啊 这童儿的剑术是何人所教啊 这孩子一乐 这是我们袁相公教的 名师出高徒 那也一琢磨 陪着他念书习 我这童儿都这么大能力 这个袁大用甭问 这时候再翘袁大用 面有得色 为什么 我手底下人都练这么好 都震他一下子 他能不高看我一眼吗 六虎同眠烟有善手 我要是出了手了 那肯定把他更震了 我不用出手了 这就知道我怎么回事了 孩子啊 再演点别的 还有别的 哎 他呀还会歌舞 这孩子您没看十二三 什么都会 聊着原文写拍板清歌 又跳制作剧 这什么意思 拍板清歌 这拍着板 孩子清唱一段 不用乐器伴奏 唱着就这么好听 接着 跳制作剧 这蹦蹦跳跳 演一小品 这是我说的 作剧嘛 也就是他不光是跳舞 演这么个小节目 哎 真好 您咋咋咋咋咋 这么一个聪明伶俐的小书童 别看他十二三 又会舞剑 又会唱歌跳舞 又会演小品 哎呦 俺大爷看他这高兴 哈哈大笑 他没见过这个 这个酒可喝多 原文写生大醉 喝的太多了 怎么回去 不能行 已经走不了了 干这酒喝的一定 放上他脑子呀 还知道 是在人原大用家里边 自己家也不远 就写对门 可动不了地了 他老觉得顺着 这个椅子往下出流 说话这舌头都大了 今天不胜 劳力 多有讨扰 改日再来造次 我回家了 你说回家 你倒是动会呀 没有 坐这儿 这冲着酒肚 走走走走啊 走走啊 他跟腿说话 你每天走 走都不不错呀 今儿怎么卖 卖不了 不拉拉 不开栓了 原大用在旁边一看 安公子 你吃醉了 我没醉 我能走 不要紧 童儿 还叫这小孩 你把俺老爷背回去 俺大爷是喝多了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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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背回去 让这童儿把您背回去 十二三的孩子 小孩 现在话讲 未成年 小学六年级 将毕业 安大业 十九二十郎当 怎么说 也是个 书生是吧 一本来今儿 喝多了 这是 你要没喝多 扶着点 掺着点 打个灯 小孩给照个道 腿脚利涂还行 喝多了 扶都扶不住了 您怎么这人醉了 死沉死沉的 他给背回去 你别跟他喝醉了 他还明白 不是 我 你走 您是怕他背不动 您吗 您别害怕 我不害怕 童儿 把安公子送回家里去 哎 这个童儿 答应一声 一过来 一身上 砰 一抓安大业 这个思涛 这手一拽前筋 走 当时安大业 这俩脚就离了地了 手跑脚子 了了了了了 这小童儿 没当回事 就跟那抓举似的 连腰都没弯 腿都没曲 把这个人直接 往脑袋上一举来 没两步 您必不去走 举这人就往门外走 袁大用也站起来了 把门打开 这孩子举着 安大业出来了 到院门这 袁大用打开院门 举着他一只 到街上 携带过就安大业他们家呀 举过来 这不是有台阶 有门顿吗 往那肩板上这么一扛 伸出一只手 一只手 夹这人 棒棒棒棒 敲门 人家里边有仆人 这出几天没回来 有听门的 一听敲门 赶紧把门打开了 吓一跳 怎么 这一小孩 肩板上 扛着安大爷 哎呦 安大爷 这酒气熏 不是 您料料 怎么喝这么多酒 把安大爷放下来了 上我们家呀 给我们相公喝酒 哎 稍微多喝了一点 我给送回来 哎呦 好好 有劳 有劳 家里人过来 要掺不住我 小孩说 来来来 您靠边 我来我来 走 又给举起来了 料哪 手底人一看 您您您您 那跟着我走 咱绕开 老太太那屋就行 放在里间屋里 哈嘞嘞 这孩子走的还真快 这安家这仆人 一边走一边回 都看 这孩子好大的力气 这个仆人赶紧把 安大爷的卧房打开 来来来 您您 您给撂到床上就行 轻轻的把人撂到床上 抖着到手 呃 这没我事了 我可就回去了 哈 呃 有劳有劳 呃 小哥您您您您贵更啊 呃 习三 年轻有为 了不起 啊 行 别送别送 小孩转身走了 这儿夜里的给预备醒酒的汤啊 给沏茶 给打热水 一通的伺候 咱就甭细说了 四日清晨日上桑干 粉猴 他老人家醒了 头炸 玉利 哎呦 往上翻腾了 哎呀 觉得不好受 定了定神 哎呀 昨儿喝多了 在鞋子 员大用他们家喝的 来 说句来 家里伺候人过来了 嘿哈 您老人家醒了 先上老太太拿 我请个安吧 哦 哎呀 我喝多了 感情您喝多了 我娘知道吗 没敢说 您快点 您去请个安去吧 啊 这我验茶您竖着口 这竖着口 收拾利索了 跟着到上房 给老太太请安 老太太没敲出来 回到书房 坐在这 一看啊 早点都准备上了 茶水也有 其实这终点都快到中午了 哎呀 安大业绩琢磨 昨儿可真行 喝这么多酒 真难受 这我愣 找着家 我自己走回来的 什么您走回来的 您让人送回来的 袁大用把我送回来 没有 那谁把我送回来的 他们家有个童儿 哦 是是是是 呃 会 吴宝剑会唱歌 十二三一小孩 哎呀 怪难为的 你看我喝这么多 这掺着我 掺着您 举着您回来的 什么 举着我 脚不沾地 就跟脑袋上 举着您 不能吧 干嘛不能 这整说着呢 外边又进了一手下人 回想过 打鞋队过 园家来一小孩 就是昨天晚上 送您回来的 那个 那孩子 又来了 沉寂出窍 昏压争造 哪个不去红尘闹 路迢迢水摇摇 功名尽在长安道 今日少年明日老 山依旧好 人憔悴了 这是元代诗人陈草安的中旅山坡洋 放在此处全当定场诗 揭说咱们这段聊斋字幕 云罗公主 上周六有来的朋友知道 咱们上周六没说书 正赶上2017岁末最后一场 咱吃喝聊天来着 和云罗公主停了这么一场 那么之前说着哪了呢 正说在这位准驸马公粉猴安大业 交一朋友 鸾州人姓袁叫袁大用 上人袁大用家里串门去 留着吃饭喝酒 这哥俩喝得挺尽兴 相谈甚欢 而且俩人下了一盘棋 棋力还相当 别看袁大用输了 瞧得出来 袁大用这个棋力可不错 哎喝着喝着 安的一瞧 前有宝剑 说大用兄啊 能不能请您练这么一趟剑呀 知道您文武双拳 您武一趟剑 我开个眼 结果袁大用一撇嘴 我甭练了 让我这童儿练吧 这童儿多大 小孩十二三 别看岁数小 能耐可大了 不光能练剑 上回咱们说了 还能拍板清歌 跳制作剧 唱歌跳舞 演小品 演话剧 全程 而且最后 安大业喝多了 自己都走不动步了 就这十二三 这小童儿 一个人愣举着安大业 给送回去了 力大无穷了 第二天安大业酒醒了 正在问家里人 我昨天怎么回来呢 外边仆人进来 回禀相公 说鞋队棍 原家来一小孩 就是昨晚上 举着给您送回来那孩子 让他进来 把这孩子给让进来了 童儿到书房 规规矩矩给安大业请安 安老爷 给您请安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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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 孩子手里边 捧着一盒子 这是 我们原相公让我给您送过来的 啊 醒酒完 是我们原相公啊 自己 在药铺配的这么一料药 很有效的 您哪 玩不啥 弄点黄酒 您把它卸开了 哎 您吃的药 行酒用的 哦 是是是 有劳有劳 童儿啊 我问你个事啊 您说 昨日 是你相送啊 啊 我把您送回来的 听说你是举着我回来的 是啊 我怕我要夹着您 当时您一不舒服一张嘴 哇一下 您吐我一身 哎 我这举着点 好家伙 安大业一听 真是举着我回来的 这小孩瞧着 不像说瞎话的样 孩子 你这个履历可不小啊 您也没多尘啊 昨天我上了上手 大概也就一百二三十 是是是 那那也就这样了 可不就这样吗 哎呀 了不得呀孩子 来 这是一喊来 干嘛 那意思 看赏 给这孩子钱啊 人家辛苦 又跑腿用素药的 昨晚晚上 还给我送回来 这不上行吗 刚一说来 瞧得出来 孩子家里边有规矩 不不不 您什么也别给 啊 我走了 还别走 别走 我不给你钱 我给你点玩意儿 就看那孩子一转事 回见 安老爷 蹭蹭蹭蹭蹭 跑出去了 安大爷低头看了看 这个醒酒丸 拿起一粒来 把这个腊皮捏开了 往鼻子尖 这么一凑 提鼻子一闻 哎呀 非常的清香 到时候弄点试试吧 先吃饭吧 啊 吃完饭 水一大下午觉 晚上 把这个醒酒丸 用黄酒盐开了 吃下去 再转过天 您别说 真是 还觉得舒服多了 一琢磨 昨天人家请我 今儿我怎么会 得请请人家呀 这正想着 这个小童儿又来了 干嘛来了 下请柬来了 我们元老呀 请您过府饮宴 那去吧 一回生 两回熟 三回可就是朋友了 到这来 俩人一聊天 一下气 一喝酒 打这往后 安大爷 也跟这元大用 算是交了朋友了 聊着原文写 三数日 折一过从 什么意思 三数日 叫三五天了 哎 这哥俩就得聚会一次 不是你看我 就是我看你去 那么俩人最感兴趣的活动 就是手弹下棋 俩这个棋下了什么份上呢 原文写 叫互有盈亏 就说这二位的棋力啊 相当哎 水平差不多 都是细棋 小棺子 没有说特别大的输赢 互有盈亏 这抛可交着了 怎么又有文 又有武 又能下棋 还能聊 当然聊是聊 原文写 原大用啊 为人简末 也就是说 他这个人本身 并不算特别健谈 不是那种天生的画牢 不跟总监似的 平时话不算太多 为什么能跟安达业聊 因为俩人对脾气 尤其喝起酒来 聊的算是透一点 平常啊 说话字不是太多 但是这个人乐善好施 有一回赶俩人出门闲逛去 这个道边上跪着人 干嘛呢 一问呢 负债卖女 当爹的领着闺女 瞧着女孩有这么几分姿色 可是头上插着草镖 就在这道旁跪着 旁边有人过来问 是怎么啦 这是 我欠人家钱 啊 债主的英文实在是没辙了 万般出债无计耐 这才卖闺女 卖闺女可是卖闺女 这里头有我们当地相约地宝 给立的字句 说现代话户口本啊 身份证明都得有 你得证明这闺女 确实是你亲生闺女 这才行呢 你不能哪拐了一个呢 卖纳不成 另外写好了这么一张卖身契 这个契约也提前写好了 做多少价呀 一百两 卖的大闺女 这可就算卖的不少的了 说的这各位您还记得吧 当初云罗公主给安大业 留下修房子的钱有多少 那是一千两 一百两能买一大姑娘 您做吗 一千两装修 这钱可不少了 安大业这一看 哎呀怪惨呢 瞧得出来 卖闺女这位啊 长这模样 看着 是个忠厚老实人 这点事说半天才说圆去 这姑娘低着头 没脸见人呢 叫上里哭了 啊 一一呀呀 一直哭 掉眼泪 安大业这发了侧隐之心了 欠人家钱还不上 卖归 但分有辙 谁愿意卖亲生的骨肉啊 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 旁边原大用一百手 哎 大爷贤弟啊 旁的话甭说了 转头他问这个当爹的 一百两够你还账的吗 二位相公 实跟您说啊 不够 我欠人家一百多两 可这一百两就已经 没法说呀 怎么说 拿自个儿闺女当货卖了 说这闺女一百两都不好卖了 都没人买了 这都卖贵了 我这话说得出来了 自个儿抛头露面 在长洁之上卖闺女 不忍心把这个闺女啊 卖个牙婆子 就牙孩 您听咱们之前说新十四娘 这新十四娘买 鹿儿就是通过牙婆子买了 可鹿儿那是命好的 一般这个牙婆子 要是买了这些女孩 首先卖的哪 卖到秦楼厨馆 花街柳巷 卖瑶子的居多 就即便是能够卖到大户人家 那好点的给人家做小当妾 没什么太好的去处 有几个能跟之前鹿儿命那么好的 嫁给冯生当大奶奶呀 您做吗 这当爹的贵在长洁之上 打算把自己闺女卖的个正经人家 哪怕给人当丫鬟呢 吃点苦受点罪 不能够让孩子受太大的屈辱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谁花一百两买丫鬟呢 这话难以启齿 整话都说不上一句了 甭说了 大叶贤弟呀 我打算 周济周济他们妇女 哦 好 我也愿意出一份脸 不用 袁大用这说的话一伸手 打怀里呀 把银票拿出来了 二百两银票 往卖归的这位老人手里边这么一地 这老丈这一看要一百两给二百两 知道这是遇见善人了 抬头一看这两位相公都是年少的读书人 看得出来有功名 而且一脸的正气 穿的很阔绰 人家是有钱的人家 要一百两没往下还件 往上台给二百两 这就是周济穷人 这位老丈没说别的 大恩不可言谢 恭恭敬敬伸双手 二百两银票接过来 把两张契约递过来 站起身来递给袁大用 哪知道袁大用伸手一推矮 您给撕了吧 啊 相公老爷您 闺女您领家去 啊 除了还账 下剩的几十两 或者买这么几亩地 或者做个小买买 那我就不管了 走吧 你 就当是周济穷人了 啊 走吧走吧走吧 姑娘家家的抛头露面 长街一跪 也不成个体统 快走吧 安大业旁边一看 安条大指 赞成袁大用 怎么绝没有半点做作之态 原文写丧字的考语 无吝啬 说这人拿不上银子出来 啥一下 没有一点为难的意思 说琢磨琢磨 卖拍卖拍拍 没有 痛得快快 拿走啊 赶紧把闺女领走 哎呦 这个老汉子 千万谢二次跪倒在地 跟这闺女俩人 棒棒棒 一块的磕响头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袁大用一拽安大业 走吧先帝 咱们别受人这头了 啊 咱们这岁数 走走走走 咱哥俩找地喝酒去 通过这些个事情 打安大业的心眼里边 越发敬重这位袁大用 哎 交朋友就是这样 得共事 在一块共国事日久见人心 接触长了 他的种种行为 你都看在眼里了 你也就慢慢了解 这人怎么回事 啊 他对家人什么样 对爱人什么样 对身边人什么样 对社会上的人 社会上的事 怎么个看法 你就能知道这人 什么脾气比呢 这袁大用家里边啊 没有老家 安大业这边有啊 有老太太啊 有道是交其父爱其子 交其子敬其父 人家有妈在家 袁大用呢 也经常过来啊 看看老太太 哪回来也不空手 这一天 安大业在家里边 正念书呢 外边仆人说 袁相过来了 来来来 赶紧请吧 也请到书房 一看呢 袁大用这回来 不是一人 后边跟着俩人 抬着礼盒 进门之后 把这个礼盒 往书房这么一撂 呃 安大业说 这个袁兄 这是 大业先帝啊 今天 我来 辞行来了 呦 这是怎么话说的 哎 咱们不是约好了 一块还要 石楼房子呢 吗 对啊 这个 到月底 您说 您这边 就要动工了 是吧 啊 您说 这个月 犯天行 下个月 开工大吉 您是要破土动工了 我看您那边 工匠都约好了 挥石瓦料都被 是啊 您想这 这您都知道 这怎么怎么 怎么您不一块弄啊 皆因为啊 我待不住 我得走 我是租的人家房 那我知道 这个临走啊 别的话也别说了 我呀 送您点东西 然后我得告别一段时间 有机会啊 我再来啊 咱们哥俩再聚 哎呀 没想到 袁大用 要走 你说这 相聚苦短呢 这些日子 安达业跟袁大用 主仆 相处的非常的舒服 觉得这个人可以深交啊 哪成像短短一个月 人家来辞行要走 啊 临走 还要送我东西 不是 你是 哎 你 你走就走吧 你还送我什么东西 没什么好的 小玩意儿啊 来瞧瞧 说着话这边 把这礼盒盒就打开了 打里边 拿出这么一把筷子来 这个 是送你的 还要送筷子的 安达也接过来的手里一看 呦 这不是一般的筷子 象牙筷子 原文写牙筑 筑啊 就是筷子呀 牙筑 除了这象牙筷子 还有什么 南珠 啊 十余件的东西 象牙筷子 什么南木珠 啊 这佛珠啊 宋老太太的 等等吧 说现在话 各种的小玩意儿 手把件 也有香炉 也有观音像 反正不是玉 就是石 别看小玩意儿 都是很值钱的东西 安达业瞧这些东西 哎呦 哪一样都爱 哪一样都好 啊 爱不释手 琳琅满目 摆了这么一桌子 这才是头层 二层打开了 红棉纸盖着 五百两现银 这都是给贤弟你呀 留纪念的 哎呀 袁兄啊 你这 有送银子留纪念的吗 这些个东西是留纪念的 这个银子呀 有两个用途 一个 你替我给老太太买点东西 哎 进金像 另外 你这不是要弄房子吗 算我呀 天然这么一砖半瓦 进进我的心 啊 咱朋友处的不错 那你要这么说 这些个东西 我实在是受之有愧 哎 确之不公 你要是不要 可耽误咱们交情 我都抬来了 你还让我抬回去吗 那我也不能要 你要这么说 我可就不高兴了 您高兴不高兴啊 我也不能要 这么办吧 这些个小玩意啊 我留下了 我也送您点东西 您也带走 这个银子 我是坚决不要 跟您说 我有钱 哎 绝对啊 我家的钱 不说恨多吧 翻我这个房子是够用的 啊 那也先等会儿 哈 嗯呀 那公主盯着呢 上方圣后公 云罗公主 那钱来的大概是方便 随手 一抓扑一吹 就能出钱 早上你是没瞧见 那皮牌子扑扑扑 吹气 一下子没垃圾 跟我下棋 让六个子 那就我媳妇 不能跟你说就完了 您放心 这个钱说死 我是不能留 哎 您要说行 咱就这么办 您要说不行 那您全拿走 一样我都不要 袁大用也乐了 好吧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银子我抬回去 东西 您给留下 哎 我还得给您来点东西 来给给给给 给预备筹断 给拿了五匹筹断 五匹是多少 一束 啊 袁文写 抱以树脖 给这么一束筹断 把这五匹筹给您 家里边有老人啊 有嫂子 有小孩 过年过节 坐坐衣裳 算是我这么一份小心意 您这就叫礼上网来 人情愤网啊 这东西得有来有去 是不是 人光给你 你不往外掏 那也不合适 袁大用点点头 好 那我就收下了 安娜也说 我得给您见见行啊 今儿晚上在我这 那是一定要讨扰的 两个人 在安大业的家里边喝这么一顿酒 酒席眼前 安大业问袁大运的去处 袁大运可没说清楚 也没说啊 具体要回哪 一问到这儿 含含浑浑浑 稀里糊涂 就说要走 各位 袁大用这一走可不要紧 安大业万也没想到 一场他天大祸 是就在眼前 广陵城里西藩华 杨帝行宫皆子侠 玉树歌餐游游曲 锦翻归去已无家 楼台处处迷芳草 风雨年年怨落花 醉是多情遍堤柳 春来依旧 带七鸭 这是明代诗人增弃的围阳怀骨 放在此处全当定场诗 揭说咱们那段聊斋志目 云罗公主 上回书说哪 咱们正说在袁大用跟安大业辞行 两个人互赠礼物 一起喝这么一顿酒 安大业问袁大用的去处 袁大用含含含含 就说要走 没说去哪 他跟安大业还说了 说到时候我走的时候啊 就不再来单门的跟你辞行了 今儿个咱们就算是辞行了 述说简短 久憨而散 袁大用带着人抬着礼盒 走了 第二天首席人过来报告安大业 说相公 斜队门啊 走了 没人了 是吗 赶紧带着人 出自己家门到邪里门一看 袁大用那边真的是人去无空 安大业这站在门前还感慨了一番 你瞧这走的还真快啊 昨儿晚上才说要走 今儿就走了 哎呀 早知道晚上干脆喝个通宵得了 好好盘缓盘缓 多聚聚聊一聊 你这一走不定何年何月再见了 哎呀 昨儿晚上我紧着问他 这也没说上哪 这话怎么说的 算了算了 回家吧 到家里头很是思念了几天 可这边老太太紧着催他 催什么呀 这日子可快大了 不成咱先准备着吧 一到日子咱们动工好修这房子呀 别老跟这耽搁着了 赶紧把这个房子装修完了 这公主不就来了吗 是吧 我比您还着急呢 我惦记这事呢 行吧 那咱就开始准备吧 跟接不邻家打打招呼 家里边该收拾收拾 该归着归着 这就要破土动工盖这房子了 哎 这边放下安大业 怎么归着这房子 怎么装修 咱不提 那边袁大用带着人去哪了 咱也不表 那你表什么 咱们单表落庭县 有这么一个卸任的官员 这个人当初为官 是清是脏 不知道 是好官 是坏官 不了解 反正卸任的时候啊 大乡子 小包子 没少往家拉 在家里边 当了这么两天 安逸员 那一夜晚间 家里出事了 出什么事 家里来强盗了 到这家 这帮个强盗下手可够狠的 明火执杖闯进来 逢人就杀 遇人就砍 连烧待宰 把房子都给点了 席卷一空 所有东西来了 卷包会 手段极其残忍 性质极其恶劣 引起当局相当的重视 您怎么有信 这苦主要是卸了任的官 那当初有点势力 那能不追究吗 这个案子闹得很大呀 你杀人家满门 抄人家家 把房子都点了 明火执杖入室的强盗 简直的是无法无天 尤打案发这烙亭县 一级一级网上报 勒令严查 关断十条路 就由这些没被杀死的 家人嘴里边 可就问出来了 说这案子谁干的 真有人认识这个匪手 跟官府说 这个匪手姓袁 叫袁大用 长什么什么模样 有这么一线索 在老庭县 杀人满门 抢人财物 我一听 哦 查到这个匪手是袁大用 抓吧 撒下海捕公文 画影图形 一体严拿 周城府县 河路码头 城关 村口全贴着 那会儿没有照相技术 就凭这个画工画 根据见过袁大用的人口述 画出来 这模样有这么几分像 这叫画影图形 就在安达业他们家这儿 也有人知道这事儿了 当然安达业不知道了 他是一点都不知道 为什么 这个他不看不看热闹 他不知道现在官府正在通缉袁大用 他这个心里面就一件大事 赶紧把家的这房子装修好了 然后接公主 您俗话说的好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有坏人可就要了亲命 谁 就安达业他们家的街坊 咱之前说过 这顾的姐他们家 你要说这顾的姐呀 也有说顾的嫂子的 顾的嫂子跟安达业他们家呀 要说还行 这顾的哥不成 这顾的哥就是这家里边男主人 当初安达业上家打招呼时候 这顾的哥没在家 赶他回来 一看怎么这街坊 安就冻土了 回家问媳妇 他们家干嘛呀 怎么了他们家 是人家大业兄弟呀 过来打招呼 打什么招呼 他们干什么 他们家要翻修这房子呀 据我耳目 好像是大业兄弟要娶媳妇 哎 听家里边人说说天之不少东西 这顾的哥一听不对呀 打这安小人一死啊 这老帮子一没 他们家没进行啊 可我瞅这意思啊 哈家伙 这找人不少 动静挺大 那这房子要盖起来 甭问挺阔呀 他们家门口这堆的 拖粮领住 还不一看这么老汉 黄花松 那领条都是正经好木头 没有康货 他们家发了财了 哪来的钱呀 我说家里的 你见天在家 你听着什么没有 有什么动静没有 那倒没有 可是他来的时候 你别说我也那么想来着 你他们家怎么就发了横财了 要翻盖这房子 就是了 你呀 长点心眼 你丑不冷的 你过去问问 哎 问问老太太 问问安大业 那我问什么呀 哎 你就问这个家里边 啊 你看这个 干这活是不是 做饭 方便不方便呀 不成咱们给帮帮忙 那咱干嘛 探探虚实啊 你看看他们家 怎么发的这邪财 你瞧瞧他们家 有没有什么值钱东西 把你回来告诉我 那你说这顾的哥干嘛呀 感觉他跟这安家 打原先就不对付 原文写 机不相能四个字 什么意思 就是双方长久以来 这关系就不好 不对付 因为什么呀 就因为这顾的哥 这人人品不怎么样 当初安校的活着的时候 就不坐下这人格 虽然说比林而去 住的很近 啊 前后院 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 近邻不如对门吗 这个紧挨着的街坊邻居 应该处的很好 估计 虽说一直没撕破脸 但是安校来话里话外 不太坐下顾德哥这人 那么安大业呢 打小啊 又是神童 这安校来活着的时候 屡次三番嘱咐 别上他们家去 小不了好 这个话啊 您琢磨底下有手下人啊 来回一穿和 顾德哥也知道 这安家瞧不起自个儿 之前也有过逢年过节 那邻居吗 走动走动 他也不走动 为什么 他之前走动过 到那碰一鼻子灰 过年时候 给人送这春联福字去了 人也不要 这安校来说了 说说说 您看看我写这个 您再瞅着 您送我这个 您这肯定就是街边卖字先生 是不是 花一个字 买两张啊 大俗词 这个您看我写的 不敢说比您那写的好吧 您那个心意我领了啊 您加了字 贴着就完了 这话多难听 哥这顾德哥这恨的 我给你脸了 给你脸你不接着 怎么去怎么回 你收我都不收 甭问啊 你就是收下 你也是哥家的擦屁股 你还怕弄上墨 不是好人 他觉得人家里不是好人 您多么 他心里能炫分 能好受吧 他恨这安家 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年头一多 这安孝连死了 好家伙 顾德哥 回家吃两顿捞面 庆祝 可安孝连死了 他们家没死绝呀 安大爷还活着 老太太活着呢 这劲他没过去 他就老琢磨着 安家来把天火点了才好呢 那我心里才痛快 盼来盼去 不光天火没来 人家发了财 盖房子 他生气 羡慕嫉妒恨 心里边咬着牙 他这老婆呀 这顾德嫂子也不贤惠 也觉得这安家发了横财了 瞧眼儿热 这叫什么呀 弃人有 笑人无 静光棍怕财主 上家串门去吧 来可是春风满面 这顾德嫂子一来 见着安大爷的老娘 大婶长 大婶短 见着安大爷 胸的长胸的短 问家的情况 家里边盖房这么乱 要是有那个笨重的东西 您要是没这儿搁 搁我们那院也行 做水要不方便 做饭不方便 伤我们那去 您可说话 那个言语 安大爷跟老太太就对付着 不用不用 这就给您添麻烦 都是街坟邻居 我们这一折腾 暴吐洋烟的 也吵也闹 大嫂子您就多必须 是不是到时候这房子盖得了 请您跟大哥上我们家来 上我们家吃面来 这不就客气话吗 这顾德嫂子顺他们家可就出来了 刚出来 这安 安大爷他们家手里边有仆人 小仆 岁数不大 小孩仆人 一看顾德嫂子出来 伸手就拽 哎 顾德奶奶您留步留步留步 啊 你拽我干嘛 来来来来 我给您看点东西 什么呀 你别拽我 你你你亮亮亮 这个小仆把顾德奶奶拽了一没人的角落 顺着袖口里边拿出这么一双筷子来 您瞅瞅这个 顾德嫂子一瞎什么呀 拿着拿着地吧 你这跟那我哪看 来来来来给您 这不筷子吗 您瞅这是什么呢 什么呢 说料的 还说料的 您再您再仔细瞅瞅 这什么的 有分量还怪沉的 顾着嫂子不认的 这什么的都不是筷子 不是 您这您瞧您这个 说是筷子可不能当筷子用 那能当什么用啊 你这这这俩的他拿俩快了一会儿敲 您可别敲你敲蛇了 这一敲就蛇 我说小子你痛快说你让我看这干什么呀 这是牙的 什么牙的 什么牙的 什么牙长这么大个啊 瞧您说的 像牙的 像牙的 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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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的 跟您说下 白说 跟您这么说吧 这个 好东西 您呀 回去问问顾的爷 他要不要 您跟顾的爷一说像牙的筷子 有这么一双 还有点别的东西 他是明白 他要呢 呃 我呢 我我就就就就就就卖给他 啊 那么值钱东西你干嘛不留着 他我我缺钱的话 我这我卖的便宜不贵 行 那我见着顾的爷 我给你打听打听 问问这事 怎么来的 就就我我我我我 家家家给人留的 行吧 顾的奶奶说这么两句话 回来了 顾得跟家等信 哎 怎么这样 他们家 没看出什么呢 还是那些家庭 哦 对了 有这么当的事 啊 他们家有个小仆人 拿两根筷子呀 让我瞅 还让我问你 问我 什么筷子 他说是牙的 嗯 你往下说 他他他问我要不要 我说我不懂啊 他回来让我问你 这项牙的筷子 值钱吗 值钱啊 哦 这事可有点意思 安大叶他们家仆人 有项牙的筷子 那甭问呐 这一搭挡东西 一乱 是不是 手底人 手脚不得干净 顺这筷笼里边 说要是多的话 摸出一双两双 那不算什么 他们家什么时候 有象牙的筷子 那我就不知道了 打算小道货卖给咱们 嗯 行 哪天把这孩子约出来 我问问呢 咱还真要 甭管了 甭管了 找这没得便的机会 这顾的也把他们家的小仆 安大叶他们家的仆人 可当给约出来了 找了一小茶馆 怎么着 我听你大嫂子说 上家去碰上你 说你那有象牙的筷子 是是是 顾的婶 这个我跟她说的这个 带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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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我瞅瞅 这小仆人可就把这双象牙筷子 拿出来了 这顾的爷拿过来一看啊 还真是象牙的 上面有牙纹 当然咱们说这书是老书 那个年代 做假还比较少 象牙这个东西 确实是个稀罕物 一般人还真不一定认得 这顾的爷 您别瞧 人品不怎么样 道士精的多 见的广 他认得这个 你瞧 哎呀 别说 做工不错 你要多少钱呢 您看着 给吧 小的我都行 小子 固点我要猜的不错 抽完 别嚷嚷了 爷们 爷们 您明白我清楚就得了 不能让别人听见 我在他们家呀 累死累活了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给不了我多少钱 这不趁着他们家 这一折腾 这块子我认识象牙的 我拿出来 我换俩钱 您多了多给 少了少给 您新了分就得了 嗯 别紧张啊 亏不了你 我肯定不少给你钱 这个安大业 他们家有这么大的底子吗 吃饭都用象牙子筷子 你跟厨房里拿的 呃 不是在厨房里 在在在在书房里 书房里拿的 书房里 有有多有 有这么一板呢 啊 一共是五双十根 哎 搁在一个小盒里头 他当摆件这么摆着来的 哦 哪来的呀 他们家祖上聊的 原先我也上他们家去过呀 打这安项链活着的时候 我要去创过门 我没瞧见这个 不是 跟您说 这是最近新来的 怎么来的呀 就是原先啊 邪队门 哎 令房那家人姓袁 叫袁大用的 也是个念书的公子 是他送给安项公子 啊 哈哈哈哈 啊 邪队门令房 这交情不浅 怎么令各月齐城的 就送他象牙筷子 我怎么没这朋友 这令房这袁大用趁烙啊 够有钱呢 您是没瞧见 人家扩级了 你别看就住各月齐城了 跟马安项公那真得说过得着 不说天天跟一块也差不多 俩人互有愧动 可临走的事可不单这个 人家送了有象牙筷子 有南木珠 拾了劲了 什么小佛像 小香炉 蛮像我都收下了 大爷 您要是要的 趁着乱 您容我点功夫 我一样一样 我给您拿出来 都是值钱东西 我是不懂值多少钱 但我知道这东西 劲低不了 这个姓袁的是干什么呢 哪的人啊 鸾州人 他们家有一小书头 劲可大了 有一回安项公喝多了 就这小书头举回来的 夹着挂着宝剑 据说都会练 我是没看他们练过 据说这小孩练的好 是跟这个原项公学的 鸾州原大用 这干什么都我还真不知道 瞧着是个读书人 好吧 我今出来啊 也没带太多钱 这样吧 说着话 这顾得拿出十两银子了 这十两银子 现银子啊 你先拿着 这个筷子呢 我拿走 咱们做二十两 这才是一半 另一半 过两天我再给你 你可听明白了 安大业他们家 再有好东西 你拿出来 直接上我那去 我即便不要 我外面找销路 给你卖出去 好不好 哎呦 得嘞 全仰仗 顾连您了 可有意见 顾连 此事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您可千万不能给我 说出去 江海相逢 客很多 秋风夜下 洞庭波 九汉夜别 怀音室 是月照高楼 异曲歌 这是唐代诗人 温庭云的 郑少年 放在此处 全当定场室 接说咱们 一段聊斋志目 云罗公主 上文书说了哪啊 咱们正说在安达业 交这朋友 袁大用啊 被官府 话影 徒刑 一体 严拿 为什么 因为有人认出来了 就在这个 烙亭县 有杀人满门 抢人家 金金珠宝 一大贼 就是这袁大用 可安达业不知道 怎么 安达业一敏子 心思就在装修 夹着这房子上 啊 店里赶紧把这个房子 装修完迎娶上方 圣后宫 云罗公主 自个儿好当这粉猴啊 他这人哪 不好打定事 按现代话说 没那么八卦 这个也好 也不好 好在这个 大伙觉得这人不错 没那么是非 但是不好在哪啊 自个儿朋友 江阳大道 这都通缉犯了 他一点不知道 跟家来美呢 他是不好打定事 有好打定事的 谁啊 上文最后咱们提到 就是他们家这邻居 这位顾的爷 这顾的爷打安达业 他爸爸安校里 活着的时候 就跟这老安 就不了对付了 现在一看安达业 家里要装修房子 这顾的爷犯心思 怎么 这安你没进行啊 啊 一顾了太太 但一书呆了 他们家哪来的钱 翻给房子 哎 他跟这安家家里边 一个小仆人联系上了 这仆人打安家 偷这么一双象牙筷子 打算导给这位顾的爷 顾的爷 顾的爷一打听 这个筷子是元大用 送给安达业的 他给了钱 把这筷子带回家 回家给媳妇 顾的奶奶 一看这筷子 这顾的奶奶 也瞧不出好坏了 就知这安家手底人 手脚不干净 往外偷本家的东西 那么顾的爷 拿这个象牙筷子呢 他不能自个儿留着用 他也得出去卖去 哎 你怎么十两银子 能白花吗 再说还欠那仆人十两呢 这玩意得卖更高的价 他不能吃亏 找这么一锦盒 把这双筷子装在里边 拿红线一记 得当正经东西给卖了 爬中间乘三破的 挣钱 揣着这个 不是茶馆 就九四 跟人显摸这东西 为的是托人 给卖出去 大家伙都看这东西 不错 您怎么他去的东西 茶馆九四 闲人多 这是一聊天的时候 旁边有人可就说了 哎 听说了吧 烙亭县出大案了 哎呦 杀人满门房都烧了 哪家伙 砍胳膊断腿 剁手指的 揪耳朵的 那太狠了 哎呦 这个年头可不太平 我说 顾李 您这哈 有点好东西 拿出来显摆 您留点什么呢 哦 是是是 哎呦 我谢您 您说这个 这这贼逮着了吗 没逮着呢 所以我让你留点什么 宣赏桌 哪知道吗 这匪手姓袁 叫袁大用 嗯 这顾李 一听 袁大用 这名我怎么听 那么耳熟啊 袁大用 哦 他赶紧把这个东西 往自己袖口里 这么一吞 想起来了 怎么 这安家手里 这仆人说了 这副象牙的筷子 就是鸾州袁大用 送给这安大业的 哎呦 没想到 这个暗要破的 我身上了 啊 我说安大业 他们家有盖房子 有装修呢 他们家不趁这个呀 感情私通 江阳大道 兴嘞 安孝连 安孝连 个老不死的 活着的时候 不瞧不起我吗 这回算行了 哎 另外 我打听打听 这个袁大用 是肥手 你们是怎么知道 那不贴着告示呢 啊 衙门口有告白条 周城府县 河路码头 虎化影图形 一体严拿 谁知这袁大用在哪 要到衙门出手 衙门给钱 哎 你姿势有消息 说的准了 就有钱拿 你要是能帮着衙门 把他逮着 有重伤 哦 行嘞 这顾脸一琢磨 姓安的 打你爸爸活着的时候 就不待见我 这回我扫定出来了 你们家仆人 卖我这象牙筷子 袁大用送你的 现在老庭县杀人满门的 肥手 袁凶正范 就是这人的用 官府画影图形 一年拿 我呀 我出手于你 兴冲冲 他可就笨了牙筷子 这牙筷队过八字影呗 上面真贴着告示呢 字字行行写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一伸手撕拉一下 把这告示撕了 过来拿骨唇 就要擂这堂骨 有堪堂的 过来啪就一嘴巴 别动 过来一股塞棒了 没动 上差 您说 小子 胆子不小啊 国家的王法 太爷的恩典 哪儿你就寄贪过 我多得冤你 跟您说 出手 江阳大道 我呀 太爷跟前 请闪来了 说着话 把这告白条 往前这么一递 这当差的一看行啊 贴了写日子了 哪得这袁大用去 又不是本县人 不知道 谁知这袁大用是谁啊 家里边知道 啊 鸾州人 现在早已经跑了 逮不着啊 他上下打量打量 面前这人 你会知道 袁大用在哪 我知道 行 跟着等着别走啊 一层一层往里回饼 一会儿的功夫 这大老爷升着糖了 把这位顾的爷换奖进来 一看手里拿着告白条 往这一跪 大老爷 草民 姑某某 前来出手 袁凶正范 你知道袁大用在哪 我不知道 这就该长嘴 你不知道你来出手谁 我出手我们街坊 你们街坊是谁啊 我们街坊有一个安大业 安大业 他怎么样呢 他呀 他是窝主 你怎么知道呢 我跟你说 这袁大用在外边抢的钱 都给这安大业了 安大业他们家 前些年可不富 尤其他爸爸 我们老街旧邻 住了多少年了 他爸爸是个笑脸 哎 装模作样 咬言大字了 一嘴的人 一道德 一肚子难道 女昌 跟您说 安大业他爸爸死了之后 嘿 这小子就没小老 把他们家这点钱 摆的都差不多了 交了一般的狐朋狗友 每天就要拐这安大业 吃喝嫖赌 没什么好德行 可是太爷 前些日子他们家发了 家里边我看趁不少钱 要翻盖这老房子 他们家 有一小仆人 手脚不得干净 打他们家 偷出一双象牙筷子来 卖这我了 我收的小道货 那我先打你个当主啊 你这也是窝主 您听我说 我跟你说 我就为破这案子 小子现在不是来出手于他了吗 情愿是将功抵过 我知道我不对 太爷您甭生气 这事要坐实了 您也甭赏我 可您也别罚我 咱两下子怼了 您看成不成 我 我不为了钱 我不为了钱 我就是不坐下他们这人形 他妈你爷们忒坏 这现在一听 你刚才说这偷象牙筷子是怎么回事 这象牙筷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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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这孩子 他们家 他们家可没有这象牙筷子 我就问这这哪来的呀 我之前没少上他们家串门 我就没见过这东西 归旗一打 您猜怎么着 这个象牙筷子呀 是那个袁大用抢来的 给了这安达业了 您可不知道这个安达业 坐地分赃二八下仗 整个直立一省有名的大响马 打嘴头 喝这顾的爷咬牙切齿 仨个人在堂上这么一说 说的顺嘴角直流兔目星子 冒着白沫的 这仙人一看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个还坐地分赃二八下仗 这不随堂里边那大响马头 善通善雄心吗 这可他瞧这顾的这意思 这事也不像是一点影都没有 一琢磨我问问吧 你收那个象牙筷子呢 就在我这呢 说着话顺袖头里边 这象牙筷子可拿出来了 站堂的结果来递给县的老爷 县的老爷拿起来 瞧了瞧 撂起来 看得出来 这个东西不是寻常人家能有的 你可想清楚了 这个事事关人命 红口白牙 寄到我这说出来了 可就得算数 那一定了 这个事要是问得不清 审得不明 或者不坐实了 我说 你可有罪啊 你有诬告不实之罪 那小的我情愿领罪 好吧 站在一旁 说的话 以伸手 这大老爷拿签子 啪 往堂下 这么一扔 旁边有文案的师爷 刷刷刷刷刷刷 给填了这么一张猪票 下了签票了 大老爷用上印 让当差的拿着这个干嘛 去上安大业他们家 抓这个安大业 到案 这刚要下签票 这姓顾的 给 哎 大老爷 我还有点事 你说 您可得多派人 这安大业万一要不在家 您得把他们家人都拘来 都压您这牢里头 要不这小子不回来 他跑了 他就 他们家都有什么人 哎呦 不少人哪 使努换毙的 原先没那么些人 这些日子 他不是发了横财了吗 那都是不义之财 我跟你说 他们家要翻盖这房 你先别说这个 我问你 他们家都有什么人 反正反正 人不少 都是用人 这亲的呀 就是他妈 他妈多大岁数了 他妈五十多岁了 老太太 那我不能把老太 您得把老太太给拘来呀 这安大业躺亏说 我不在家 您得把老太太拘来 您把老太太拘来 他就能自己投案了 怎么呢 这安大业是一小子 说完这话坏了 这姓吾里琢磨 自个儿把自个儿送下来了 你不告诉安大业 舍不舍吗 怎么说出来是小子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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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孝顺 他 他对外宣称 他孝顺 您把他妈要逮了来 他脸上不好看 他不自己得来吗 少要多言 这个签票一下呢 当差的不管那套 如狼似虎 顺牙们可就出来了 哥就走在长街之上 我说 哥里哥 先别着急 咱这趟差是怎么办啊 听说这安大业打小可就是神童 下围棋下的最好 卢龙县有他这么一号啊 他要在家把他拘了来 那没的说 他要不在怎么办啊 您说这什么怎么办 您没听那姓顾那小子 在堂上怎么回的大爷们 是不是 他们家发了横财了 这主啊 还别在家 为什么 在家嘎嘣一下锁了 没卤了 最好是不在家 咱们去一打二下 我家里不就老太太吗 咱们这趟 哥里哥 这几位 久在宫门 谁不明白这点事 完了完了 您这主意好 您拿大主意 你们哥里跟着 您吃了我们喝着 走走走走 几个牙医穿大街过小巷 不多一时 来到了安静门口 就这吧 就这咱们开门 开门 一通累这街门 这叫什么 鲜声夺人 哎 有硬门呢 把门打开 还没等看清 好家伙 这七八个棺柴 如狼似乎可就撞进来了 可把俺家仆人吓坏了 一看好来七八个工人 清衣大帽 手里边单刀铁齿 晃着链子 晃着链子 低了锁 您这院子买下乱学吗 我 要盖房啊 行啊 放了 本家呢 出来 本家大爷叫安大爷 知道安大爷 把安大爷叫出来 官司犯了 跟走 我们 我们安项 没在家 什么啊 没在家 抬手 就一嘴巴 说 再没在家 真没在家 那说安大爷哪去了 还真没在家 他跟着小仆人 就是偷象牙筷子 这仆人 出去办事去了 还没在本县 怎么回事 他得翻盖这房子呀 缺料 哎 有人中间给介绍 说哪哪哪 有一小破庙 坍塌败坏了 那料不错 这庙里头打算 拿这个庙铲呀 换俩钱 哎 您看看 您这不是 这要盖房吗 看用得上用不上 这个料啊 那是小庙里边 盖店用的 要用到您家里 那可阔了 您瞅瞅去 安大爷有钱呢 您这公主 领导时候 留一千两银子 一琢磨 可以呀 只要他不狮子大开口 哎 我愁愁无妨啊 我得进好东西 为什么 上回云罗公主 上我们家啊 像我们这房子 不趁心 哎呦 你瞅那丫头 闲了蛋了 话来话来那意思 我这房子不灵 我住这么些年 我觉得挺好 还没辙 那人家神仙 那什么眼光啊 我赶紧弄吧 弄点好的吧 反正花多少钱 有地儿报消去 哎 我这回取神仙了 我 走吧 他带着小仆人啊 出城看料去了 真没在家 他哪想到啊 这边当差的 直接冲在家里来 一打二吓唬 手底下仆人都出来了 一口同声都说 安相国没在家 这几当差的一听 太好了 就怕他在家啊 自你不在家 安大爷 安大爷 你的街坊出手于你 这事是不是你干 咱们不管 可你们家这点银子往后 就得都使在衙门里了 YouTube频道 朝花夕时 感谢您的收听 还有哪些您想听的小说 请给我们留言 欢迎点赞加关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东林送客处 月处白圆蹄 小别庐山远是何凡 过虎兮 这是诗仙李白的 别东林四僧 放在此处 全当定场诗 揭说咱们这段聊斋志目 云罗公主 上文书咱们说的哪 整说在安大爷这街坊 姓顾这顾的爷 到县衙们出手安大爷 说他是袁大用的窝主 这个巨扣袁大用 抢了金银珠宝 都给了安大爷了 有象牙筷子为证 这县衙的爷派牙医 拿着签票 可就到安大爷家里带人了 结果到家一问 安大爷没在家 牙医听没在家 搜 七八个人吸了呼噜 就奔了上房屋 到上方一看老太太在呢 旁边伺候老太太有一老妈子 姓吴 吴妈 这吴妈啊 点脚啊 走到瘸瘸合合的 一看又怎么进了这么多人 老太太吓坏了 哎 哎 你们 当时连色就变了 这吴妈还不错 哎 我说我说我这几位上菜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外的说话外的说话 你这不能瞎着老太太 这吴妈 吸了呼噜 把这几位又给挡出来了 我说 我说怎么了 这哪位是头啊 这哥几一地眼神 摘着我们头 啊 老爷 您贵姓 免贵 姓马 哦 马头 还真富太 马头 这吴妈这点着脚 您别害小点老太太 还真不切关 马头 那几位上我们这干嘛来了 是不是 这干嘛来了 哈哈哈哈 你们家相公叫安大业啊 啊 屋里老太太谁啊 那是我们老夫人啊 好的 当初我们老爷那活着时候笑联工 你认字吗 我我我我多少 我我认点字 就这马头拿着太爷那个猪票 在吴妈眼前这么一晃 吴妈这这什么呀 这是 太爷的猪票 这是签子 上面写着里面相公的名字 认得吗 安大业 官司犯了 这外边一说安大业官司犯了 屋里老太太一听 差点没死过去 吴妈啊 来吧 这吴妈 你们等会啊 转身进了屋了 什么事 不知道啊 老夫人 来这几个当差点还挺横 说咱少爷官司犯了 啊 什么官司犯了 我也不知道 瞧着来逮来了 哎哟 老太太一听就多撒成一个了 这是打哪说起啊 闭门家中做货从天上来 俩人这屋里说着外边紧着催 嘿嘿嘿 我说怎么意思 这老妈咱不能主事啊 这安大业要不在 我们可嫁这老太太走 吴妈一听转身就出来了 这哪成 他这回出来 他可没空手 手里边拿了点银子 最近加了有钱 人家公主给那一千两银子银票 都在老太太这搁着了 吴妈顺手 瞪两张银票就出来 是几位头 哎 码头 码头 您过来 来来来来 这个您带着 这码头一动眼 干嘛 干嘛 不是 你要干什么呀 不是干什么 我们相公他没在家 就老太太一人在 您不行 您回 您跟太爷回一声 这点意思 您哪天相公回来 让他自己上县里边 找大佬去 那不成 那可不成 太爷林来时候说了 这安大业要没在家 就得给他妈带去 啊 这吴妈一听 把我们老太太带去干什么 你是干嘛的 我是这家老妈子 你躲开吧 你这老妈子 一伸手把吴妈扒了一边 这银票可就蹬过来 揣在怀里了 我妈这亮亮强强扑通一下 坐那了 再瞧这几个拆着 呼啦一下进到屋里 这老太太 磁心泪都快下来了 当时 一伸手指这几个人 谈毒嗓子眼 说不出话来了 就剩哆嗦了 进了这根里 一滴眼神得了 走是走不了了 架着走吧 过了几个人 一架老太太 给架到县里去了 这吴妈一看 这没办法了 可她是小脚啊 腿又不利索 在后面好紧刀 赶等她追的县里边 这堂都过完了 哎呦 几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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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您打了点事 打了什么事啊 你干嘛了 他全体呵呵的 什么事 不是不是 您拿点这个 又C银票 你说你说 什么事 那个我们那老太太 老太太 哪个老太太 就就我们 就我们 少年夫人 安大业 她娘是吧 对对对 打到牢里了 啊 吴妈一听 这哪儿的事 你别说我们相公 没犯法 他就真犯了 哪有儿子犯法 逮妈的道理啊 我说这里有你什么 你干什么 你是他们家什么 不是有我什么 我是他们家 我是老妈的 那我老太太不经折腾 我 我得瞅瞅我 瞅瞅啊 瞅得到行 这个功夫 可别大了 拿手一笔划 不是 您 您得让我多瞅 这您拿着 又塞银票 这当差的银票塞起来 我跟你说 我这可单着池来呢 我这有沉重 让你进去行 别俩这一见面 老娘娘家家的 一哭一腻呗 说句话了 穷脚臭脏子 没接没完 就一面 知道吗 三两句话 说清就走 让上差知道 说你们串供 我这差事我就丢了 进来 这吴妈可真不容易 瘸着个腿 进了女间了 敢再看见这老太太 无门眼泪下来了 老太太到堂上 这当官的一下 老太太脉都没了 当场可就犯了病了 这现在老一看 这安大业真不在家 愣把这老太太给嫁来了 我能把老太太怎么办 有心把老太太送回去 这顾的爷也在堂上 说这安大业是孝子 您关他妈一天 他能来投案 这现在一琢磨不行 就在这女间里边留一天 这当官的也糊涂 他可就把安大业他妈 搁在女间里边 无门到这 一看这老太太 老太太坐在地上 俩眼也直了 大口这儿 捣着气 拿手捂着胸口 可是广有出的气 没多少劲的气 一看老太太要干 五门跪爬两步 老太太 老太太您认得我吗 话都说不上来了 这不咬了命了吗 我们巷子在外边 惹什么祸了 这多的娄子 这把我们老太太关在这 什么官司 我打听打听 您先待会儿 我出去我问问他们 五门又出来了 不是我们巷子到底什么事 干嘛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话 你问清楚窗户 不是不是 您说的话又掏银票 您拿着 您拿着 买包茶也喝 怎么那么麻烦 你想问什么呀 我得知道我没向过什么官司 这是犯着谁了呀 谁把我们项目给告下来 这么缺德 那你别打听 我还告诉你说 但分室友要小了 不能把他妈逮了 不能把这老太太关在这 你们像过吗 哼 窝主 怎么个窝主 怎么个窝主 好私从江阳打到 袁大用啊 告诉你老妈嘴 只跟你说 你们像过这回崴了 这官司要想打翻了身呐 这无门一看 这什么意思 这是 要是没有这个 搞劲 哎呦 我这 你这给您万福 我们谢您了 那那那我们得回去商量什么 哎 这是个态度 家里边有主事的 那回去问问 这事怎么办 该找谁找谁 是吧 别慎着 这不安大业没在家吗 还别让他回家 不是 我不知道 知道你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要没刚才这点意思 我跟你说 嘿 进你都进不来 我还告诉你 妈咧办去 日子一长 老一脑 这老太太可 啊 家小姐留神可别死 那么这 哎呦 不是 我妈又掏钱 那那你得多照一点 你你你你给老太太吃 给老太太喝 行了 行行行行 你你甭小心 走走走走 赶紧回去拆盗去吧 无门出来了 哪拆盗去 安大业也不在家呀 好回到府里一说 找人撒出人家找去吧 把家里边能出去的人都打不出去了 找安大业 再单说当差的这边 哈 这一通得了无门不少钱呀 不能一个人拿呀 这哥你一分 一商量 这个老太太你别看关进来 这么大岁数了 你瞧这德行 是不是 拿了钱来 给点吃给点喝吧 看这老太太不吃不喝 傻了 水也不会喝了 饭也不会吃了 往这这么一坐 八丁八丁净 生掉眼泪了 这码头一看 这可缺了德了 我怎么缺这么大德呀 我这 你先把这老太太弄来 他不吃不喝 他别再死在这啊 他有什么话名再说吧 他回去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晨刚一来 这老头找码头来了 瞅瞅去吧 码头 瞅瞅这老太太吧 怎么了 怎么了 嘿 我说哥得行这事真行啊 这老头可没分着钱 拽着码头到女间再一看 安大爷他妈这老太太也不坐着了 该躺着了 堆我成一团了 嘴歪眼斜 顺嘴角 溜哈拉子 大眼鸡尖也撒了 抬头尾也开了 磁心泪都下来了 这鼻子刺一扇一息 眼瞅这人要死 当时盖章纸那就哭得过了 面无人色 哎呦 码头一看这可干了 回太爷去吧 跟头马上往前跑 太爷一听怎么着 安大爷他妈要死 赶紧打到女间 这边太爷带着师爷 带着跟班二爷 连这几位头 到女间一看 呼 这可不快死了吗 这个 有师爷过来伸手一探鼻息 老爷 还有口气 趁着现在这可不能死在衙门里 你就让码头他们就赶紧弄门板给抬回去吧 好好好 快快快快 这几个当差的赶紧弄一破门板 给这老太太撂到上面 又给抬回安下来了 这吴妈在家门口正转腰子呢 一看几个差人把老太太抬了 吴妈一看 哎 不是 又怎么抬过来 老太太怎么样 你自己过来瞧 吴妈过来看 好家伙 这 这人是没死还不如死了 你们 那没辙那也得接着呀 赶紧把老太太安顿好 这几个人转身就走 吴妈管不了他们了 问老太太 您吃点东西不吃 喝点水不喝 敢在衙门不吃不喝 到家也吃不下去 这个老太太奄奄奄待毙 眼瞅就要死 赶紧找人 请大夫抓药给瞧病 食水不下呀 熬得这药汤的撬牙关往下灌 不往下走 怎么进去 怎么流出来 顺嘴点往下流 这人眼瞅着够呛 这官司还没怎么地呢 他这么一折腾 已然快死了 把这吴妈给急的 这派出这么些人 怎么还不回来 再转过天 第三天头上 这位安大业安相公回来了 安大业还不知道呢 到那破庙那 交点定钱 把这料给定起来了 哎 这料不错 我要了 扳豆 跟尹家那朋友上家 又喝一天酒 哎 喝的有点多 跟人一聊挺高兴 跟人家又住一宿 两天没婚家 第三天才回来 刚一进城 哈家伙 四城门全有安静 一看您可回来了 您赶紧走吧 您知家了出多的娄子 安大业一听 家里有什么娄子呀 不我这房还没盖呢 这粮我刚定下来 怎么防粮塌了 不是防粮塌 比那厉害多 怎么了 怎么了 您快家去吧 也没跟安大业说明白 拉着安大业 风风火火跑了家 到家一看 不是怎么 您赶紧的吧 看见吴妈 哎呦 大业呀 你快瞅瞅你妈吧 安大业说 我妈怎么了 赶到上方屋一看 呦 我妈怎么了 我妈怎么这样了 不是你们爸 我妈怎么了 吴妈在旁边 我们把你妈怎么了 你的官司犯了 啊 安大业一听 我什么官司犯了 说你私通江阳 拿到你是窝主 我是窝主 我窝了谁了 我窝主 不是 你现在别说这个 赶紧找大夫看病了 给老太太瞧病 找了 八个大夫都来了 没用啊 安大业再一看老太太是真不小 咕咚一下 往床头衣柜 摇个老太太 妈妈儿子回来了 老太太听不见 叫老太太 老太太也不睁眼 拿水喂老太太 嘴都敲不开 又把大夫请来 大夫全摇头 哎呀 干脆安向我 您呀 赶紧预备后事就得了 安大业这抱着老娘 哭了半宿 越抱越凉 是越抱越凉 原文写四个字 越速碎足 什么意思 过这一宿 老太太人死了 天还没亮呢 人没了 安大业这俩眼哭的 肿得跟桃似的 放生痛哭 这无门真不错 大业 大业先别哭了 趁老太太还没江头 赶紧赶紧先给穿上吧 没预备下呀 哪知老太太这就没了 现派人出去 大早起来 砸庄国铺的门 真不含糊给砸开了 这庄国伴来这边 又砸棺材铺的门 把寿材也给拉进院子 无门这张罗着给老太太换衣服 把他装过穿上 搭进棺材 刚要入殓 再瞧安大业这已然疯了 不行 我跟哑马口人拼了 他们诬告于我 还把我妈给折腾住了 不不不不不 我要上堂见太医 讲理去